都兰的一家咖啡厅 特别邀请了在地乐团陪大家跨年 在草地上升起了萤火 席地而坐 自由自在地悠闲迎接 新的一年到来 民众席地而坐 轻松地听着音乐 少了人挤人的欢腾 他们选择在都兰一间咖啡厅的草地上 迎接2018 会在都兰的这间咖啡厅 选择邀请在地乐团陪游客及附近民众 向2017所再见 其实会想办这个活动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部落里面 比较少 都兰部落这边 这边真的是比较少 像这种大型的跨年活动 但今年刚刚好 太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不办跨年 然后我就说 好了那我今年就办了 我不管它 像昨天一个晚上 下了一整个晚上的雨 我其实也很担心 都是台东的 今天邀请的全部都是台东的原住民乐团 跟舞蹈团 来这边的客人都是在地吗 还是有一些外地来的 其实今天的客人 也一半以上都是外地的游客 但是有三分之一 大概就是有来过我这边的那个 有常来我这三十二林咖啡的游客 2 1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台北板球 你跟陈勇吗 我们是国中同学 然后这次旅程是十七年的第一次 三天两夜 对 因为我们想要接近台东这个大自然的土地 然后创造一些很美好的回忆 你太假了 在这边可以感受到原住民的热情 然后他有给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最后跳一个原住民的传统舞蹈 然后他 他将我们忘掉2017年的所有的不愉快 然后迎接新的2018年的希望 压轴的蓝星乐团来自成功独立 幽默的演出让现场充满欢笑 我先自我我的介绍好了 我叫阿迪奥 我来自那个独立部落 不好意思来独立这边杀爷 对 刚刚我的好兄弟 那个淑密有来唱歌 他有带头灯 所以 我觉得他隆登今天这个晚会的最佳造型奖 你不是要叫他们唱 有别于跨年晚会的热闹 草地上悠闲自在的跨年音乐会 是三五好友跨年的好选择 好